出租车司机正在工作时 突然在路边发现了80岁的奶奶 她赶紧跑过去质问 奶奶看到英明后异常慌张 她支支吾吾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英明异常生气 这么大年纪了打得哪门子功 万一健康恶化了怎么办 奶奶说现在很忙 有什么事情回家再说 说着一脸羞涩地看向对面 朝对面的老爷爷鞠躬打了个招呼 英明也发现了这点 她顿时无语 奶奶明显有些不好意思 英明非常无奈 只能守着她直到工作结束 晚上回到家 英明让她赶紧辞职 万一又晕倒了怎么办 不料奶奶直接拒绝 英明问她是不是谈恋爱了 奶奶气愤地起身离开 临走时答应会辞职 车宠看不下角 不明白她干嘛对奶奶发脾气 老年人也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 其实英明心里清楚 奶奶就是想赚钱帮她分担压力 利息还完后解决了燃眉之急 可想还完本金并不容易 车宠听到后都为她发愁 看来鬼怪出租车得永不休业了 就在昨天 英明带着车宠挂了爱情锁 离开时遇到了杜医生和赵丽 车宠突然回想起来 她曾经向杜医生发出过约会 英明赶紧拿出车宠的照片询问 杜医生说确实认识她 因为她曾是自己的病患 可惜在不久前因为意外去世了 从都医生的口中得知 车宠生前确实是一名刑警 车宠觉得酷毙了 回到家还不忘想象与坏人搏斗的场景 回到房间一看 发现英明正在网上调查自己的资料 车宠非常感动 可奇怪的是 网上没有任何女刑警死亡的报道 第二天 英明带着车宠来到了警局 她以车宠的死和妈妈是同一天为由 想要拿到车宠的家庭资料 不料警察直接拒绝了她 警察说的没错 车宠的家属好不容易释怀了 她不能再出现去做打扰 而且现在她还是以王林的行事 英明不愿看到车宠伤心 于是便找到了花公子 想询问王林都喜欢什么 花公子大发雷霆 花公子转念一想 这或许是件好事 如果车宠爱上了英明的话 她心中的爱就会化解怨恨 从而离开人间飞升天堂 怪不得车宠会拒绝自己的告白 看来她早就知道了这件事 车宠还没有找回记忆 她不能因为自己的感情害车宠离开 于是决定将这份感情彻底埋藏 第二天她便故意冷淡车宠 甚至不带她直接出了门